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眠富贵 它这个就是清代的 它现在的这种制作工业的话 它是不加铅 全部用黄铜制造 所以镜体很薄很轻 它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城市量就相当大的 在清代当中的话 由于西洋的水晶 玻璃 带水晶的镜子的如关以后的话 清代的话就开始衰落了 这就是在铜镜受伤当中 定是最后的一个时期 也就是它的接触区 现在这个城市量稍微要大一些 它的市场价的话就是四至六百块 这面镜子也是清代的 它叫庄原基地 也是属于吉祥语 它有双环 双圈 然后的话 它的钮的话是一个圆钮 在清代的话 像这种制作工业的话 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它的城市量很多 大概在市场价的话 就是一千块钱左右 这面镜子也就是清代的 它的图面的话叫五指灯科 在清代的众多镜子当中 由于磁身的大小 它就根据它的书法的 艺术的水平的高低 而顶市场的价格 品相好一点的 铜子稍微优良一点的 城市量少一点的 它这个价格就要高一些 就像现在这种金子的话 就是很一般的 它那个市场价格就是不很高的 大概就是四至六百块一个 铜镜是古时候 人们生活中的食用品 如今铜镜成了铜丸 这些造型各异 文实不同的铜镜 显示着古人的审美情趣 和审美观念 中国古代瓷器 在中国古玩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里介绍给大家的 是明代成画斗采天字观 斗采是先在瓷胚上 用青花料 描画花鸟 禽兽人物的半体 湿透明钥烧成之后 再在钥上 用材料凑齐全体 进行二次烧制 因其青花和材料拼斗而成 二者争相斗燕 因此被称为斗采 明代成画年间烧制的斗采瓷器 被称为中国采瓷之罐 斗采天字罐 属于国宝级真品瓷器 中国瓷器是世界上最有名气的瓷器 而瓷器的顶峰时期应该在元代 我们所知道的元青花 就是非常典型的 这是中国在瓷器时尚第一个顶峰 而第二个顶峰是明代时期 明代早期允诺和宣礼时期 烧制了很多精美的官邀瓷器 这些官邀瓷器主要表现在青花瓷器 和其他瓷器上 这些精美的瓷器 给中国的瓷器创造了第二个顶峰 这些官邀瓷器 现在在市面上很少 传世下来的品种也不多 都是非常金贵的 第三个瓷器的顶峰 我们应该定在成化年时期 明代成化年时期 因为成化瓷器在整个瓷器界 也享有很高的胜利 除了清花之外 尤其名贵的是成化斗菜瓷器 成化斗菜 天字段 鸡缸杯 葡萄杯 之类的都是很高的名气 在瓷器界 成化斗菜 算菜瓷器中的之冠 我这一件 称化斗菜 在官邀天字罐是非常珍贵的 成化斗菜瓷器在采释中称为叫瓷器之冠 天字罐在当时就很有名气 成化斗菜中以天字罐鸡缸杯的名气最大 这件罐 这件罐 气性规整 水调宣言 圈酒 规整 细腻 在全球中 这个天字款 是属于官邀款 它的底款 内面的右面 和整体的右面是一致 这是鉴定 成化官邀瓷器的一个关键 它的胎是用紧贴症最好的麻藏土烧制 我们迎光看 它围带肉红色 这是后来的房品不能做到的 因为后来没有这种胎土 在明代晚期就已经开发完了这种胎土 因此不管清代房的或现代房的 它的态度是达不到这种质量的 成化官邀罐 这个斗财官邀罐 它的态度 执你 右面 阴质感很强 滋润 清花 适用的浙江清料 在明代时期 存留下来的天字观是非常稀少 能够像这一件完整器 那就更不容易了 由于它的右面 和圈角内的右面 斜掉一致 这是鉴定的一个关键 另外就是它的胎土是麻藏土所烧制 彩料是透明的豆材材料 化工是明代时期 这种莲花化工 因此我们断定这一件石器 是明代成化本朝所烧制的天字观 由于这一件天字观 城市非常稀少 只有在国大博物馆 有所承放 而明天 是很少有一件 像这样完整的天字观 我这一件天字观 它也是非常稀罕的 因此 它的价位 我估计应该在上千万 这个豆材 它的工艺 是比较古早的 它是经过两次如药烧制 第一次 是将青花 和整体烧在一起 然后出炉之后 再上柴 做第二次低温烧制 不超过八百度 这样就形成了 右下青花 右上柴池 豆材 主要是以右下青花 右上柴料 作为它的基本鉴定 豆材瓷器 在中国 家财瓷器中 它是住得非常美观的 它是整个财瓷器中的 之冠 尤其是 陈化豆材 称为瓷器之冠 这一间财瓷器 它所打的款式 是天字 这间天字罐是宫廷指定 所烧制的 并且只打这个天字 它这间罐 它为什么打天字呢 它是晋阳上天 而在当时的话 是天使制高股上的 其他的罐都打的 陈化年制 双圈款 而这种罐 罐药款 它是宫廷中专用的 因此 流逝在民间的 叫悲伤稀少 豆采天字罐 是中国古代著名瓷器 它的用料 石油 彩绘和烧制 都展现了中国古代瓷器 制作的高潮技艺 由于豆采天字罐 存世量极少 因此 它是非常罕见的 名贵瓷器 中国是世界上 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早在三千年前的商代 中国就开始了 原始瓷器的生产 明代陈化年间 烧制的豆采瓷器 被称作 中国彩瓷之冠 本片请大家欣赏的 是豆采瓷器中 最为名贵的 陈化豆采吉纲碑 豆采 是指 右下青花 和右上彩色 相结合的 彩瓷工艺 因其青花 与彩色拼豆而成 并相互斗艳而得名 明代陈化豆采吉纲碑 属于国宝级真品瓷器 是难得一见的 西式之宝 在中彩瓷器中 真正出现 才出现正宗的 黄帝纪念款 这种黄帝纪念款 在明代早期 我们发现的很少 也就是在允乐时期 才出现了 黄帝纪念款 这种黄帝纪念款 从明代 以至延续到 清代晚期 这一件 是非常珍贵的 城华时期烧日的 官瑶鸡钢杯 在城华时期 豆采是非常有名气的 而鸡钢杯 就是最有名气的 城华官瑶豆采时期 它的胎体 非常薄 荧光透视 带肉红水 因为它的胎土 是使用麻仓土所烧 画面非常细腻 材料也非常细腻 整个气性非常规矩 下面打城华年制 大名城华年制 官瑶帮款款 这是当时 这种实际的标准款式 这个激光杯 现在城市的 非常稀少 除了大的博物馆 油以外 在私人手中 基本是太少太少 由于豆采鸡钢杯 城市量非常少 就非常稀罕 在香港的大收藏家 徐展堂先生手里有两只 他在前几年 出售了一只 在香港培卖会上 卖到了两千多万港币一只 可想 城华豆采鸡钢杯的价位 是相当高的 因为它是城市量非常少的 一种名贵磁器 这一件 鸡钢杯 我收藏了两件 这两件 也是 非常难得的 这两件 实际 现在城市 在私人手中 我没有发现 有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有这个鸡钢杯 因此 这个鸡钢杯 由于它城市量稀少 非常名贵 因此 有 厘来 有很多 防品 这些防品 包括清代 到现在 都在防制 但是由于 它的态度 不能过关 因为这样鸡钢杯 是用麻藏土 所烧制 我们荧光透视 发现 这个胎钢 产生肉红水 围带肉红 这是它最有 特点的 现在防品 我们 荧光透视 就是带清白水 它又不能 达到 城隍岩时期 所用的胎涂 所反应的 那种 味道 这一件 就是现在 仿制的鸡钢杯 你看 它的胎 就不像 这一件 城华年时期的 胎薄 起轻 这一件 胎 显著要厚得多 并且右面 荧光看 是反应的 清白水 并且右面 用的材料 也是现代材料 不是城华时期的材料 全球 就更是 不能相比了 全球的鸡钢 和这一件 真情的鸡钢 是相差太远 全球内的款式 也是现在说法 完全不是城华 这种款式的味道 这件 全球内的款式 是 大明城华年 之 方款款 是城华 斗财中 常用的标准款式 因此 在我们认定的时候 这两件 城华 斗财 鸡钢杯 是当时 城华年时期 宫廷烧制的 斗财 清华 官邀 此期 是 城华年时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豆菜官邀持续非常稀少 尤其鸡钢杯享有至高无上的灵气 因此它的价位那是可想而知非常高的 徐长长先生一直在香港都卖到2000多万港币 可想我两只鸡钢杯的价位应该是多少呢 成画豆菜鸡钢杯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 用料也极为讲究 因此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名贵的瓷器 成画属于明代中期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时隔近一百年左右 成画豆菜鸡钢杯就已经十分罕见 据明代神宗实录记载 万历皇帝讲究美食美气 他所使用的一对成画豆菜鸡钢杯 在当时就值钱十万 成画豆菜鸡钢杯 代表着中国彩词的最高境界 中国瓷器的历史悠久和精美绝伦 被全世界所供人 瓷器 所以按其色彩可分为素瓷和彩瓷两大类 彩瓷的品种很多 其中成画豆菜被称为彩瓷之冠 成画豆菜是明代成画年间烧制的瓷器 因其文士由右下青花和右上彩色拼豆而成 争相豆艳 因此被称为豆菜 在成画豆菜瓷器中 最为名贵的是天字观 鸡钢杯 鹰细杯 和葡萄杯 本片大家所欣赏的 是成画豆菜葡萄杯 光药瓷器 在整个瓷器中都属于上品瓷器 虽然光药中也有精出之分 但是总的说光药瓷器烧制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都是精工细作的产品 因此这些瓷器 离来就是皇家和光宫大臣们所使用 所散弯的 而民间很难见到一件 因此这些瓷器 在传世下来就比锦非常少 留在市面上的也是有数可查 因此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光药 都是非常珍贵的 它在实际的价值中是享有很高的生命 也是收藏件和所有爱好文物的人们 所非常追求的东西 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手上有一件光药 因此人们对光药的认识和概念也得加深 我们今天如果见到一件光药 一定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瓷器 因为它的价值 是根据它的市上的城市量 体现出来的 文国大家都知道 不可再生 正因为有这个不可再生这个问题 因此要有一件传世下来的官药 那它的价值也是相应的很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